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苏菲亚 欢迎收看我们10月份的主题单元 今天制作单位给我的题目是 挑选你专属的守护石 十二星座对应的水晶 一次获得恋爱 健康跟财富 天哪 好贪心哪 是不是 我们要给大家做一些大方向的指引 在参考之前请大家准备好你的上升星座 我们待会会依照你的上升星座所属的火象 水象 风象 土象来做讲解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以上升星座来讲 基本上上升星座 我们可以想象成是我们在地球上要扮演的角色 好像灵魂投胎要到地球你要演的那个角色 所以它是一个我们面向世界的门户 我们所有的能量或是才华或资源 都必须要整合起来去符合那个角色 是不是听起来很难 我们举个例来讲 很多演员他私下可能很幽默 会唱歌 对不对 会跳舞 会写曲 会玩乐器 或者是他个性很特别 可是他今天可能接到任何一个角色 比方说他可能要演海盗 他要演这个女强人 对不对 或是他演古装 那不管你的这些能力是什么 他们可能的确帮助你去学习揣摩这个角色 可是你终究要去演好这个角色 对吧 这样才会得到观众的肯定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 应该要把一些注意力 放在我们的上升星座上 因为他是我们要扮演的角色 那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嗯 怎么很矛盾 或者是你自己呢 你没有办法去专注在这个角色上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我怀疑 那就没有魅力 自然然你说什么赚钱恋爱 也就不容易了 所以呢 我们希望这一节节目 可以提供一些资讯 让大家呢 开始启动你的上升星座的能量 好不好 那我们就以这个上升星座为开始 首先来聊聊啊 上升在火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在白羊 狮子 还有射手座 那你们这个族群 来到这个世界上很重要一点 就是你们要做一个勇者 做自己的主人 要开拓自己的人生 所以你很需要什么样 能量 热情 信心 所以在这个水晶上面来讲呢 当然你要选择 跟火元素有连结的这个水晶 比方说 要是红色 或者是呢 黄色带着光芒的感觉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白天的太阳 就是白天的火 晚上的火把是晚上的火 都很容易让人看到它 然后感觉到温暖跟安定安心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水晶上的选择 会推荐大家呢 火象族群很适合佩戴 像粉晶 或者是像现在很流行的草莓晶 就比较深一点的粉红色 当然如果有红色系的也OK 还有呢 黄水晶 这个是一个给大家做参考的部分 那么当然如果你觉得水晶以外 你想带点不一样的对不对 那我觉得呢 我们也来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记得我们大概讲的参考点 你虽然是白羊座 但是你也可以参考什么 狮子座或射手座的 它们适合佩戴的东西 因为你们这三个族群 能量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那么白羊座 因为你的守护星是火星 所以呢 你的这个水晶 或者是专属的矿石啊 都带有红色的特质 比方说什么红碧玉啊 红玉髓啦 红碧玺啦 鸡血石啊等等等 那当然 你可能会想要带一些不一样的 比方说钻石 其实很多朋友你去看哦 很多的这个占星家或书里面 都会把钻石分类给什么 白羊座或者是狮子座 为什么呢 除了它的稀有性 还有它在整个切工上面 会展现光芒的特质以外 因为呢 钻石它是矿石里面硬度最高的 从1到10的等级 它是10 它可以啊 切割其他宝石 所以这个特质啊 就会有一种 功无不胜战无不克的特质 让你会有勇气战胜的力量 所以如果你喜欢钻石 我觉得也可以佩戴 那么室座朋友呢 你钻石的部分也可以佩戴 那如果你真的有预算啊 白钻黄钻是可以的 另外呢 你可能会发现呢 有一些这个演戏里面 很多女王会戴什么 红宝石 那么红宝石呢 也是试作的一个 专属的 或者是归类于它的什么呢 贵宝石 那么再来呢 我们试作呢 其实还有一些可以戴 比方说 这种金绿宝石 或者是呢 在古代可能像贵橄榄石 它的品质比较好 它也会属于试作 那如果你没有这么多的预算 或是你想做不一样的 那么试作朋友也可以戴什么 像现在很流行的 这个告石 因为告石它在热加热之后呢 它往往可以有 无色啊 黄和色啊 蓝色 也会有闪闪发光的感觉 也是可以选择 再来呢 试手作朋友呢 你会被归纳于什么呢 黄玉 黄水晶 那有一些呢 也会跟摩羯座的类似 像绿宋石 或是碧玺 所以以上这三个星座的族群 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 或是另外两个星座 它所属于的这个 矿石跟宝石 都有这个特色是 能够让你有自信 或者是更健康 那再来呢 有能力赚钱 也能够崭新个人魅力 自然而然能够一次获得 比较多的好处 那么来看 上升在土象星座的朋友 包括了上升在金牛 处女 还有摩羯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是土元素 所以土元素是一个 大地的安定跟丰饶感 所以它的这个 所属的水晶 或矿石呢 往往带有一种 比较稳定的色彩 比方说 大地的风瑶是绿色 对不对 绿柔柔的一片 还有呢 土的颜色 比方说 咖啡色啦 黄和色啦 或者是黑色 所以如果呢 从水晶的角度来选 现在的绿色其实蛮多的 大家常听到的是 像绿法晶啦 绿幽灵啦 对不对 这个绿的什么东陵玉啊 或是你感觉到是有 绿色系的这个部分 那再来呢 在这个土的这种 比较黄和色的部分呢 像是烟金 茶金 也是可以做一个选择的 另外还有呢 就是黑色的黑钥石 所以这些的这个水晶呢 或者是矿石呢 就很适合土象星座来佩戴 它会让你比较稳定 踏实 走稳每一步 或者是你内心有一些想法 或者想要去付诸行动 它也会让你有一种 比较目标式的 一步一脚印的方式去表现 那当然你想做一些变化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来尝试看看 其他的 比方说呢 像是这个金牛座 金牛座其实很适合戴呢 可能是像 这种孔雀石绿色的 那如果你行有余力 或是你个人就很喜欢收藏什么呢 祖母绿啊 这种绿色的宝石类 翡翠啊 金牛座可以哦 好不好 再来呢是处女座 处女座呢 本身虽然是土象星座 但是呢它是水星掌管的 所以呢 处女座它的宝石类哦 可以选择那种颜色比较多的 就是两三种以上的颜色混在一起 也可能是 这个宝石它可能转一下颜色不太一样 也是可以选择的 比方说呢 处女座可以选择那种 搞玛瑙啊 或者是拉长石啦 井青石啦 井青石它就是可能 一下子看起来是蓝紫色 换个角度就是黄绿色哦 所以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 另外呢 摩羯座呢 你可以选择上绿松石 青金石 还有什么 紫水晶 所以呢 这几个水晶 它也是符合到这个 摩羯座 所需要的能量 那事实上你看那个古代埃及法老 像图坦卡门 它的那个黄金面具上 就常会有什么绿松石啊 红玉髓啊 什么黑药石啊 有没有那种 安定然后霸权的那种感觉 尊贵 所以土象星座朋友 如果你们要带水晶 我们呢 会建议你就是带绿色系的水晶 什么绿晶梨绿法晶 Anyway 那再来呢 就是茶晶烟晶黑药石 另外一个是紫水晶 好不好 好 给这个族群推荐一下 再来呢 如果你的上身是在 双子天秤 还有水瓶座的朋友 呃 你们的能量是要像风 好 那什么叫风呢 风就是要传达讯息的 或者散布花粉的 如果你这辈子上身是在 风向星座的朋友 其实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生目的是 让你自己的意见被大家听到 或者你有所学的东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这种风的能量就是要跟别人接触跟连结 好 推广 所以 往往会跟什么呢 天空啊 空气啊 这种比较蓝色啦 好 你说要白色也OK 或者是呢 有一些战印师把风元素归到黄色系 所以就水晶的角度来讲 好 像蓝色的水晶 或者是海水蓝宝 好 还有呢 像是 如果你要白水晶也OK啦 那再来呢 就是像紫水晶也很适合你们 它带有一种冷静 然后清新的一种思维 好 那如果你想要做一些变化的话 好 比方说呢 你的上身是在双子座朋友 双子座也是水晶掌管的星座 所以你也很适合找那种 也许是这个宝石或这个矿石 它本身就富含好几种颜色 那你说老师我喜欢把手这个手圈 手环 好几种串在一起可不可以 好 那双子座呢 你也可以选择像是 呃 一样跟处理座有点类似 像玛瑙 搞玛瑙 或者是什么呢 猫眼石 雅历山大石 盖驴柳石 有一些变化的 我觉得蛮有趣的 很好玩 再来呢 如果你上身 是在天秤座的话呢 那你可以选择的是 跟蓝色系有关 像蓝宝石 蓝金石 尖金石 玉 这个是可以做搭配的 那么你的照相在古代啊 很多的那种宗教里面的宝石 装饰品 往往会把蓝宝石 放在那个十字架的顶端 或是四个头 为什么 靠近天空 好不好 所以天空的这种蓝色是很好的 再来呢 是水瓶座 那水瓶座呢 它往往会对应到的就是 会有点像是前面一个星座 摩羯 或后面一个星座 双鱼啊 像海水蓝宝啦 紫水金啦 当然有一些这个宝石 它颜色只要是符合 我们所谓的蓝色系 搞玛瑙 或者是一些其他宝石 它可能都可以做一些调整 那我觉得也很适合来佩戴 所以这个是给风向星座的参考 最后呢 来看到的是 如果你的上升呢 是水象星座 包括巨蟹天蝎 还有双鱼座的朋友 这个族群呢 是跟水流有关 比较柔软 还有月亮的感觉 所以其实你们的宝石呢 往往会跟这种海洋啊 月光啊 比较印度比较软的 这种石头有关 比方说像是这个珍珠 白水晶 月光石 蛋白石 都是可以搭配的 那么当然 我们有一些新的 不一样的选择 比方说巨蟹座呢 通常啦 都跟我们刚刚讲的 那些石头是有关的 因为巨蟹座的守护星 就是月亮 月光皎洁 有月光的感觉 或者是有这种白色的 感觉 或银白的是 非常适合这个巨蟹座配戴的 再来呢 天蝎座 它虽然也是水象星座 可是呢它的守护星是火星 所以呢会对应到 有些水上会对应到什么 红宝石 或者是海洋里面的红色宝石 你不算宝石啦 就是珊瑚 可以配戴 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一些的不一样的变化 很多矿石类 它可能也带有一种 比较偏红色的色彩 或是什么柠檬矿石 你也许也可以试试看 最后是双鱼座 双鱼座它跟海洋有关 所以呢 像这个蛋白石啊 月光石啊 海水蓝宝啊 都是属于你的这个宝石 那么当然有一些 比较新的 比方说像子里灰石 或有一些新的矿石 你可能不算了解它 可是它有一种 水蓝色 这个海水绿 蓝蓝绿绿的感觉 那也是可以佩戴的 那它们都会提升 这个族群呢怎么样 一种能量的疗愈 让你更有一种很充沛的能量 是不但能够往外付出 也能够呢 好好的支持自己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给所有的星座参考 那么很重要的几点 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第一个 宝石呢 虽然呢 我们会跟大家做推荐 可是你的感觉很重要 因为宝石拿来带的 你不喜欢感觉怪怪的 那请你不要选择 因为那就是跟你的感应有关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在佩戴这种水晶 或者是任何的矿石 或者是宝石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做一点点的 连结的功课 比方说你带这个宝石 是为了希望赚钱 那你可能在佩戴的同时 也许可以选择一个中午比较 要阳光比较好的时候 或者是快要满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去触摸它 然后呢 你要启动它 就是你要去想 我带这个宝石 是希望它能够来加强我 比方说赚钱的能力 那我就要静心的想一想 想到什么呢 你要有画面 比方说你看到你自己 在数钞票的画面 或者是你看到你的这个存折 有好多灵 好不好 你要启动它 就像宝石来启动 我们上升的能量一样 我们去找它 也是要启动它 不然就好像呢 一个公司 对不对 把很多有才华的人请进来 可是你不告诉他做什么 他在那里会觉得很无聊啊 所以记得带这些宝石的时候 你要让它跟你 跟你的目标之间有一个连结 那我相信呢 他们对于我们的运势加持 会是非常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十月份的主题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个月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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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